看一下学生谈的视频 卡龙 前面都是两拍的 这个地方接的很好啊 这个地方接的很好 我待会说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接的很好 这个地方接的用来 从这里开始稍微有一点吃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有点出现了一点点的错位 就两个手的协调性稍微差了一点 嗯 这就结束了 整体还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的分数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从我的角度 然后从学生正在练习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还是完全过关的 然后我说这个地方接的不错 那个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刚开始的话 它不是两拍的吗 然后左手接那个爬音的时候 左手刚开始也是两拍的 然后再来说一拍的 就是左手从一个键变成四个键的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的速度是乱掉的 是怎么乱掉呢 刚开始它不是就这样的 停动的时间特别长 然后左手一个音变成四个音了 然后接着这个速度就变了 接着速度变了之后 但是它整体的速度是要一样的 什么概念呢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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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要一样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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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的整体的速度 有很多人会出现啪一下就降速了 降速了呢 就整体的框架就已经散掉了 就特别的明显了 但问题是有的人 他听不出来这个问题 然后这首曲子刚开始是两拍的音符 后来一拍加半拍的 再后来就变成很多个半拍的 再后来 叹叹叹叹叹叹叹 就出来很多十六分音符了 十六分音符的时候的话 整体的速度就加快了 就 你看一小节原来是弹两个剑 就是棒一次再棒一次 只弹两次不是 但后来就弹了很多了 是吧 然后 手就有点不太听死欢了 有这种状况 这个 在这个阶段里面是比较稍微常见的东西 就是手不太听死欢 那怎么办呢 练就行 练就行 随着你的练习时间的增加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你就会适应这个速度 适应这个速度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它是需要一点点的积累的 当然这个曲子 挺适合练习曲的 你看这个音符 两拍的音符 变成一拍的 一拍的变成半拍的 半拍的变成十六分音符 但是它又没有什么 不点沿线 它又没有 所以它还是比较规整的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曲 所以我就推荐很多人 用这样的曲子 当做练习曲来弹 而且它还很好听 是吧 它有这方面的 它起码比那些 那个什么哈农好听得到 是吧 哈农 那个太枯燥了 那这首曲子呢 就说到这